最近有很多人问我 芒果你为什么老是断根第五 是不是不爱第五呢 我说年轻人你不懂 你不懂我经历了什么 你经历了什么 约瑟夫一个镜像没开 舞台阶就倒了两个人的排位局 就凭这个开局 我断根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我不管我就要看第五 行行行这不是根第五了吧 接下来我要去救人了 但是这把是不可能赢了 最多就保个平局吧 一生自愈起来就跑去救人了 这不是跟我讲生意吗 什么 而且还是个带博命的医生 这什么情况 果然是救死福上的好人了 但是盲女还是倒了 接下来就得靠我了吧 从这个镜子出来应该就是椅子旁边 看到盲女了 同时也听到了约瑟夫玩牌的声音 不管那么多了赶紧就 然后再准备扛刀 这个约瑟夫没有梦想啊 居然不打我 再见了盲女 机子还没睡完 医生又挨揍了 这医生怎么那么喜欢去招演约瑟夫呢 看来是个战斗型的医生啊 那么接下来六鬼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哦 好吧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又要去救人了 冲啊 这小玩具明显是要打政策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呢 这一大便是很nice啊 救人 溜了 牛皮 这么近的距离也闪现 看来这约瑟夫是被医生溜得神器了 好吧 看来我还是要找机会救一波 冲啊 好家伙 这么快回来了 看来这一刀是被吃了 希望不要被打震撕吧 漂亮还可以救 接下来就是死保医生了 这抽刀吓我一跳 我一个干冒 好了 医生应该够时间把血加回来了 小玩家你得坚持住啊 我去补机子了 OK补完 大副那台也压好了 还真别说 这把帽子还有西方瓶哦 好了医生倒了快该接 坚持住啊小医生 哟这约瑟夫换技能了 你别吓我 刚才闪现才交了没多久呢 我就不信你有传送啊 糟了医生倒了 可千万别传送啊 漂亮他先过医生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门我肯定能开掉啊 但是大副能不能跑掉呢 有点悬啊 不管那么多了 我先进去了 约瑟夫过去拦大副了 漂亮大副开了个外表 这波稳了 没想到啊 开局秒贵两个人还能保个平局 仿佛对这个游戏又有了一点希望啊 我是该开心呢 还是该开心呢 嗯